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土豆在我们这蔬菜界 已经占有了一定的生育和地位 而且还能一部分当主食来吃 今天我就想吃一个有滋有味 特别下饭呢 干锅土豆片 可太好了 你还说你想干锅土豆片就完了 是不是 为什么没说这个呢 一个是我们家里的锅 能不能行 第二个就是干锅的这个油有点大 不想要那么多油 它都是过油炸的 第三个就是这个干锅的那种 干香味道 锅气怎么能出得来 这个问题 实际上这个很简单 大家注意几步 第一个土豆的处理 第二个炒制过程当中的顺序 先放什么后放什么的顺序 把它掌握好了 然后就是一个调味的问题 健康美味新时尚 暖粉都吃甜墨上 本节目由食养新主张品牌 甜墨上赞助播出 咱们首先应该是土豆的处理 土豆我们去好皮以后 然后我们把它 给它从中间一破两开 如果小土豆可以直接切 大土豆一定要给它 破开了 这个土豆片呢 不要把它切得太小 而且特别要注意厚度 厚度多厚呢 靠这刀背了 基本上就是 你看你那个扣子有很多吧 基本上就扭扣那么厚的就可以 所以刀的刀背 这个身上的扭扣这么厚的就可以 其实有些饭店吃着 为什么干锅土豆片不好吃 就是因为它切厚了 对 切太厚了也不行 或者是不均匀 你说这个后边这句话更重要 更重要 不均匀 是我们干锅土豆片做出来以后 不好吃的一个更重要的因素 这叫什么呢 我们专业里边有句话叫做 一定要切得整齐划一 咱们这土豆切完了 你说是泡水呢 还是蒸呢 还是煮呢 这个土豆啊 平常比如说炸土豆的时候 我们可能都想提前蒸一下 或者这道菜为了让它更焦香 有的人是把它提前煮一下 这种对土豆的预制方法是对的吗 蒸一下是不可取的 可以拿水焯一下 焯一下可取在哪呢 让它的外围的淀粉 稍微的糊化一下 然后要怎么样了 就不能去煎了 就得去怎么样了 拿油去炸 今天你不要少油板了 所以咱们就不适合那种方法 咱们适合什么呢 来 大家看 我们这里边有一碗 然后来点盐 然后加点水 然后我们直接把它放在这个盐水里边 把它略微泡一下 可盐水里边泡一下 有一个什么作用呢 看 淀粉出来了 投一下淀粉 是吧 多余淀粉释出了 对 稍微泡一下 入了底口了 对不对 然后煎的时候更容易成熟了 它是起到这么一个作用 而且这个淀粉一出以后 外围的淀粉一凝固 一下锅就凝固 所以它就不容易怎么样粘连 这个我们就可以利用什么方法呢 煎的方法 我们就直接把锅稍微的做热一点 然后呢 把这里边的水给它逼出去 逼出去以后呢 还要注意一点 就是水越少 越容易把它煎至好了 所以呢 我们就要拿我们的厨房用纸 把这水给它吸一下 不能让它水搭搭的 对 别让很多人在吸水的时候 都忽视了一点什么的 你那只要放底下它才吸水 很多人放到上面使劲 压半天那水还在下面 直接锅里边加一油 接下来咱们要看到的就是 少油版煎制的干锅堵豆片 因为这个呢我们要煎呢 就是一下煎不了那么多 这个要煎两锅 所以你担心的那个粘锅呢 它根本就粘不了 一个是这个土豆 事先这么处理了一下 第二一个呢 就是选用了一口好锅 所以它就不会粘 我们这边煎着 然后呢 这呢咱们看啊 你刚才想的是 给我拿什么料来的都 这个干锅土豆片 它味儿得足呀 香料也得足 我这准备了一些香料 这有你看这个花椒啊 凉椒 这个八角 香菇叶 还有辣椒 这一盘够不够用 这一盘啊都不用 憋姐 我不仅准备了香药 何老师 我还准备了三种酱 你看这番茄酱啊 豆瓣酱啊 这个甜面酱 我都准备了 哎呀不用 那个香料不但不用 你这些乱七八糟酱 也都不用啊 我们做干锅菜呢 就主要有一样辣酱就可以了 另外再配上一样酱就行了 两样酱就把这个干锅菜 完完全全的手拿把掐 是吧 对 没错 而且你一般情况下 是不是吃干锅的时候 吃的时候都厚薄梗 都冒汗或者说很了辣 对吧 还有撒辣椒面的我看 对 还有撒辣椒面的 那么我有一样东西 既能去掉我们这个辣酱里边的 一些个了辣的味道 也能够中和一下我们鲜辣椒 这是什么呢 就在这儿用的时候我在干 是吧 你看这土豆 我们这么着一煎 这个土豆是不是就 基本上就齐活了 两边都焦了 土豆真诱人 我感觉很少有人不喜欢吃土豆吧 一个百搭万能的菜系 对 而且现在呢 还把它化为了一个我们主食 对 在饭店点的一个是特别辣 味道很了辣 一个是特别油 今天要是学会了您这种做法 这两个问题都能解决 没错 你看这个就松散 它都相互之间不粘连 因为土豆有淀粉 所以你拿那个盐水稍微一泡呢 它就不会相互之间蘸了 要不是全蘸这一块 这样呢我们把这土豆 看啊 把它煎成这种金黄色 太少了 煎也一样能够上金黄色 今天何老师要毫无保留地 把干锅菜 这个干锅的香味怎么突出出来 完完全全地告诉我们 创门点很多 比如说什么先放 什么后放 比如说怎么调味 放湿料还是干料都很重要 如果您想提前知道的话 拿着手机 扫描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暖暖的味道 微信公众号 在对话框中输入干锅 才可以提前知道了 这个在炒制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还要注意一个方式和方法 刚才咱们说了 前面大家都熟悉了 一个是要用上我们这一个 神秘的调味去 再一个呢还要怎么样呢 在制作的过程中 注意先后的顺序 先放什么后放什么 这里边呢也很重要 大家看啊我这有五花肉 然后有蒜有姜 不用放葱了 因为这里边呢我们有洋葱 所以就葱就不用放了 下面准备炒制是吧 像铁锅 你知道为什么吗 过去啊这个饭馆里边 叫服务员 每一个老厨师呢都有 一个不同的敲法 也就是说呢比如说我这么着 就是叫一号了 我这样 二号 这炒完菜以后啊 老厨师都是怎么样 要敲一双 他不是说敲勺耍范儿 是叫服务员呢 你这么一敲 我觉得好像厨师都有这个动作 对 他是叫服务员呢 厨师有这个动作呢 但是他得用的是什么呢 铁锅才行 知道吧 如果是不粘锅 当当当 完了 是吧 要不咱俩对个暗号 对个暗号 对个暗号 这个呢我就比如说我叫你啊 就是来 宗明你的菜出锅了 哦 行 一会咱们就试一下 知道吧 记住这声音啊 记住了 一会这巴猫一响 这菜子就出了勺了 就齐了 所以咱们专业厨师炒菜呢 全是用这种铁锅来炒 制作的时候第一步干嘛呢 就是去除顺序啊 先煸五块肉 这个菜炒得好不好吃 除了手法 火候的控制 一款好锅也很重要 你看这一下去 锅气就起来了 没错 来看啊 这个铁锅炒菜就是 烟火气十足 嗯 然后呢我们要把肉馅儿 一定要编到一个什么状态的 编到它一个 哎 起胶边打卷 看见没有 哎 肉全打了卷了 土油 哎呀香味也出来了 对 现在香气出来了吧 也打卷了也上色了 是不是 嗯 下一步该干什么了呢 下一步应该爆锅了 加那个蒜和姜 没错 把蒜和姜加进去 嗯 然后把它们再炒香 嗯 这个时候我们这菜 马上就该炒好了 所以呢 要把我们的砂锅 预备上去吧 嗯 割在火上 稍微给它热一下 刚才你说的那些酱 我都不用 实际上这有两种酱就行了 嗯 在放酱之前呢 我们还要再加一点油 把这肉搁在一边去啊 然后呢 把这油再往中间倒一点 这个我可学会了 为了方便啊 一锅成菜 就是给锅扒了一个口 空出一点地方就行 对 然后呢 豆瓣辣酱 有个这个一瓶勺 嗯 然后还有一样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豆豉酱 哎呀 这个我可爱了 对 豆豉跟我们的辣酱 两样 一比一的比例一混合 然后呢 小火慢炒 这个时候就要用到 玩里边的东西了 就是如果不用玩里这个东西 这辣椒就有点了辣 用了之后更加润了 没错 就是它 米醋 熟悉的老搭档啊 米醋可以让这个辣味儿 减弱一点 柔和一点 对 而且香味儿更足辣 但是有一点 就是吃的时候 不能吃出这米醋的味道了 明白 再把它混合 混合完以后呢 下面呢我们开始 把我们的土豆片下进去 稍微的略炒一下 让它吸收一下 脂肪的香气 还有这个辣酱的味道 妈呀 这可太香了吧 这个最后当当之前 给我留两片 好嘞 来 这样呢略微的先一炒 我们这时候呢放点料酒 撕锅边 对 这个锅 你们看它底厚 臂薄 所以受热也均匀 其实这个调料也容易 撕出那种锅气感 没错 然后呢我们少来一点盐 不要多啊 有个一克的盐就行了 因为我们还要放什么呢 还要放我们的酱油 少来一点酱油 然后呢 点一滴老抽 给它稍微的起一下色 一点点色 不要多 白糖呢 这个回口要稍微的 有一点点甜头 那锅清不清啊 白老师 这个锅还真是不是很重啊 实际上我这有重锅 一会儿给你看看重锅什么样 然后这个锅下我们的辣椒 辣椒下去以后 然后呢 稍微的一煸炒 最后呢 我们再怎么样呢 来 青蒜往里边一放 最后加进去了 对 放进青蒜以后呢 我们盖大火 稍微的一翻炒 香味一融合 对 这道菜就齐活了 一定要干啊 不能加任何的水 一点水都不能加 你看我们一直除了加一点 为什么加点老抽 不加那么多生抽呢 因为生抽的水分大 来 食料都要甚佳 对 你刚才给我准备了什么 香料油是吗 对 这时候可以用一点香料油 这香料油干什么使呢 终于用上了点 润锅底 对 润锅底 既增香 又能够起到一个润锅的作用 你看看 我们这底下来一点香料油 也得吸热这锅 对 把这个火就可以关了 关了火以后呢 把咱们的这个葱头放进去 你看 其实洋葱双手都可以吃 我们在这个后续持续加热的过程中 让它有不同程度的熟 对 这样让它稍微爆一下香 然后呢 把我们这炒好的菜 往这里边一放 看这上下夹鸡啊 这香味倍增啊 做干锅的菜品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干字 它不是说干吧 而是说干香 没错 这个干香呢 一个是呢 像咱们吃过过程当中 不能往里边加水 再一个呢 这些酱呢炒制的过程当中 要把它水汽炒煤 所以一定要多炒一会儿酱 就能够让我们平常炒的干锅菜呢 会更好吃 而且我觉得干锅菜品 除了您刚才说的技巧以外 是不是它的锅也很重要 对 炒干锅菜的时候呢 锅呢一定要尽量的选择 稍微的偏厚一点 像我们这个铁锅呢 就比较适合炒干锅菜 像我这还有这个 这个其实不沉了 你看这个锅就比较沉 来 你再试试 试试 试试 这个还得双手 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起码一定是我才能拿起来 打稳子 对对对对对 你要说翻个勺 反正没菜是能买 有菜也不一定了 但是任何一种铁锅呢 它都是什么呢 都是比较重量比较重一点 这个铁锅越厚 它怎么样呢 它的储热能力就越强 储热能力强以后呢 它怎么样呢 它的散热能力会很慢 所以呢 它永远 这个叫锅器就有了 香味就聚在里面 像这个 我们这个锅 这个锅呢也不错 就是太沉了这个锅 有点太大 听这声音 听得没有 好像不一样啊 对 这就是什么呢 这就是里边的材质的不同 听着越清脆的也好 你听这啪啪啪啪的 你再听这个 不一样吧 脆上脆上 对 因为我们这款锅的含铁量 达到了99.96% 我说的呢 是 它是我们暖暖严选的一款 制化铁锅 选用含铁量99.96%的精炼高囤铁 运用的是航空的制化技术 所以它泡在水里也不容易生锈 这个表面也是没有涂层的 是一个物理的防粘 这个锅壁比较薄导热快 然后锅底又比较厚 又有储温的一个功能 而且相对来说 我们刚才这个重量也试了 女生还是能单手拿起来的 重量比较轻 那这两天 正是咱们暖暖商城的三八活动 满旧简现金加定制赠品 进店就送百元红包礼券 现在扫码购买这款炒锅 还送咱们配套的锅盖一个 还有一个价值59块钱的雪瓶锅一口 也就是你买一件 到手是三件的价格 有锅盖 还有另外一口锅 对对对 如果想获得我们暖暖同款的话 拿着手机 嗓声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暖暖的味道 微信公众号 点击暖胃商城 就可以一键选购了 看就是这么一道干锅土豆 竟然有这么多烧门点 其实十个都能说得出来 没错 不管是前期处理土豆 还是放料的顺序 还是我们润的那点醋 都是很重要的 你看我平常不做饭 但是味道还行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得大师真传 这个烧门点掌握得好 所以我们暖暖的味道 也是贴心给您总结了 这个一个电子书 叫做50个大厨窍门总结 您获得这个 就仿佛获得了上方保健 奎花宝典 如果想获得这个电子书的话 拿着手机 扫描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暖暖的味道 微信公众号 在对话框中输入窍门 就可以把它保存下来了 仅限前300位